整片玻璃落地窗最光光 其中一个梁柱水泥钢筋裸露错位 里头装潢更是乱糟糟一片 这处位在华联吉安乡的素食店 正后宛如废墟 那有些东西都零三都落下来 是不是其实好像才刚装凶没多久 快两年了 他们有可以讲说什么时候可以再开放营业吗 目前不清楚 7.2强正来袭 不止餐饮业无法营运 饭店业者同样惨兮兮 外藏坑坑巴巴 瓷砖一片一片落下 一楼墙面更被震破了个大洞 走进室内 藏壁碎裂 楼梯地面一片狼藉 拥有46年历史的花莲国军英雄馆 耐不住天摇地动 回想事发当时 馆长心有余悸 一楼大厅的水晶灯的水晶都已经砸下来了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立即疏散 我们在早餐部用早餐的房客 等于正间歇有些房客因为担心 他们就急着要退房 还好人员一切平安 不过旅客怕到不敢住 就怕结构受损 官方决定修管一个月 我是邀请我朋友来花莲 对对对 取消了 都取消了 一楼以及到地下室之间都有蛮多的受损 目前我已经申请县府这边结构技师来评估 即将迎接廉价旅游高峰期 却无奈碰上强震 重创花莲旅游业 旗楼柱子爆裂 钢机裸露 需要补强结构 汉品饭店决定停业一个月 镜头转到美轮饭店 外墙大片瓷砖脱落还有好几条裂痕 室内客房更高达六成都受损 外台人员退订电话接不停 我们原本的廉价前两天的住房率有来到九成 那我们目前影响目前大概整体的八成左右 不只饭店结构受损 对外交通也受到影响 一破破退订潮涌入 就怕业者撑不下去 观光署提供及时融资 希望加速业者再后重建 尽快恢复正常营运 迷失新闻最后报道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